字幕志愿者 几乎要推記者 說要架拐子的概念 先看看這段畫面 用影片還原說 好像是洋藥委員幫你那個 幫你帶 不要擋我的路 我以為後來那個調查 有其他新的進度嗎 不知道 因為他們在說是 我就離開了 我不在場 氣噗噗 真的很生氣 但是為什麼 就是被說吳秉睿不在場 他自己也說了 我不在場 可是居然有人幫他投票了嗎 以至於被問到這個問題 直接推記者麥克風 然後甚至不知道 不要擋我路 真的很生氣 但是不在場投票這件事情 葉原知先用畫面來還原 看看畫面到底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沒有投票 當中畫面左邊蔡其昌 王定宇 然後洋藥是不是 疑似按鈕的那個人 你看打圈圈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就在 吳秉睿的座位上 幫他按的鈕投票呢 旁邊還有林淑菲 這三個人是在幫他 把位子給擋住 把風的嗎 那過去當有這個爭議上 有一位不在場 國民黨的委員不在 卻領了卡 有投票記錄的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說的呢 這個是違法亂記 是做票 是詐欺 請問現在呢 民進黨黨團回應是 事實需要調查釐清 有離場不在場投票的委員 會依據黨團動員內 歸嚴格懲處 要懲處 是難怪這樣吳秉睿才會生氣氣嗎 那為什麼要帶頭 經過他本人同意嗎 還是他們自己製作主張呢 過去要 韓國瑜一定要辦 不在場的詐騙 詐騙的投票行為 現在要不要辦 好 還有許小新 在立法院質詢 吳這個吳釗燮 現在已經要轉到其他部門去 臨走之前再嗆立委 聽聽他的談話 當中國在欺負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委員是 就是補進來踢一腳 那是誰呢 那有 誰啊 我已經說了有 是誰啊 那就有啊 那是沈柏陽典委員嗎 我想委員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陳冠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馬文鈞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許小新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陳永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這種回應有沒有覺得很像 我們小學的時候吵架 是你 是你 是你討厭 我討厭 你討厭 是這種對話 就是官員並沒有對於民意代表的問題 提出正常的答案 就是用這種嗆的啦 跳針的方式來回答 除了吳昭卷之外 還有陳耀祥 在立委質詢的時候 他幾乎被形容叫做譴責率百分之百 出席兩次 兩次都被做譴責案 因為他的各種回應的態度更是經典 這一次在陳偉兩次被藍白夾擊 譴責的對象是因為 不要忘記第一次他的報告被說空泛 直接卡比貼上一次的報告 這一次則是譴責陳耀祥 移送監察員表決通過 而且嚴重的藐視國會 也就是說當立法院成立了調查小組 要去調閱資料的時候是法定的程序 但是不給就是不給 然後在答詢的時候 不理會民意代表的要求就是不理會 所以批上很多討論 為什麼張希希主委陳耀祥 可以這樣囂張 各種的討論是說背景很硬嗎 不用去查的當事人你覺得呢 他自己不亂搞 人家會把他移送嗎 但是移到監察院是剛好 問題是怎樣 移到監察院然後呢 會做成什麼 出份嗎 還是出一口氣而已呢 另外N17的人事案 當然也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今天傳出來 其實也不是新聞 因為過去黃國昌就講過 說蔡英文當時約了柯P見面的時候 兩個人討論兩件事 包括國防預算之外 就是在喬NCC的委員名單嗎 藍兩席綠白各一席 黃國昌說那個時候 要求用政黨比例來分配 接下來是蔡英文親口跟柯文哲說的 這種比例 當然現在總統府是完全博斥否認 黃國昌根本沒有參加會議 不用大放厥詞 兩個人不可能私下喬人事 真的嗎 柯文哲是回答 有談到N17 但是沒有講到人事細節 總統府回應的各種回應 就是說可以溝通 提出合適的人選送交立法院 所以黃國昌到底 說的這些細節存不存在 柯文哲他說沒有談細節 幾席幾席比例 又是誰說的呢 黃國昌說 其實他3月22號 就已經提出過這個說法 那個時候他提過說 有特別談人事的問題 為什麼當時總統府卻不否認 而現在才否認呢 他認為躲在發言人背後 不敢面對事實來說謊的 這樣子的總統 他強力也譴責 所以強哥 在立法院這天很熱鬧 過去在國民黨有疑似帶投票 但是他強烈的否認 不知道怎麼回事可能是個疏失 這一次是擺明的舊人在帶投票嗎 身在曹營心在汗 真心愛上國民黨 我先講吳秉睿 其實我今天是要感謝吳秉睿 因為吳秉睿第一次投給國民黨 那還可以說是不小心投錯 第二次跑票 那就是真心的 所以我覺得吳秉睿搞不好是去 在民眾黨的臥底多年 所以今天突然就把他真實的 這個政黨傾向表現出來 當然這是開玩笑 可是我要特別講一件事就是 當天其實吳秉睿那時候 為什麼吳秉睿第一次在第九案 一開始有投票 後來沒投票 跟我有關係 因為我得到通知說 吳秉睿不在現場的時候 我跑到他座位去查坐 我過去查坐以後 然後他們看到我去查坐以後 後面就不敢投票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也做錯了一件事 我應該去拍影片直接拍到 守株待兔就好 但是後來發現業員只有拍 還遠遠的拍過去 那我要講一件事 這世界就是這麼好笑 民進黨的雙標到一個什麼程度 我告訴各位 你看 帶頭這件事 帶頭票這件事情 首先最有名的 就牽手觀音吳思瑤 牽手觀音吳思瑤 那個經典畫面啪啪啪啪 四個給人家代案上去 那個畫面大家立立在目 可是等到盧憲一的 帶頭票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第一個跳出來還講得非常重 他跟蔡壁仲一搭一唱就說 這叫做偽造文書 作票 作票 偽造文書 就縣事報來的真的是有夠快 馬上就是吳秉瑞 吳秉瑞人不在現場 結果他的名字 卻跑到那個投票板上去了 剛好像吳秉瑞 其實坦白講 吳秉瑞可能也覺得自己蠻冤的 他自己也沒有否認他不在 他就說我只投前兩案 七八案投 第九案沒有投 因為我們每一案表決四次 民進黨的修正動議表決兩次 然後原來的動議表決兩次 所以表決四次 第九案一開始的時候 吳秉瑞的名字是上去的 後來吳秉瑞的名字沒有 所以因此等於是當場被抓包活膽 那就回頭來問 請問民進黨你現在 你怎麼面對你的吳秉瑞 我就直接問吳思瑤 請問你這算不算是偽造文書 按照你的標準算是偽造文書 好嚴重喔 對對對 現在我們在等著洋藥 因為葉原資直接拍到洋藥 在桌上做了一個動作 洋藥是做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大概隔三四個 所以他還特地繞到吳秉瑞那邊去 我就問你到吳秉瑞那邊幹嘛 所以擺明的民進黨 本來是想混水摸魚 投票想混過去 但沒有想到就是 我們這邊國民黨這次還算是 眼睛比較尖 我就得到獻報說吳秉瑞不在 就去查坐 所以回頭就說 今天國會裡面 真的蠻多很好笑的現象 另外就吳釗燮這個事情 我說真的吳釗燮你也太扯了吧 你堂堂外交部長對不對 接下來接國安會的秘書長 你這樣做法跟 就剛剛潛秋強跟小學生吵架什麼兩樣 我們小學生就是這樣吵架 而且從頭到尾 其實許小型這次很溫和 你有沒有發現 許小型這一次很溫和 他很溫和講 那沈柏洋呢 你告啊 你告啊 那某某某呢 你告啊 你告啊 從頭到尾沒有人說要告他 養世國會 所以換言之我覺得 吳釗燮他就是一個心態 他當他躲到國安會秘書長之後 他就不用面對 不再面對國會 他就可以 現在那個樣子就完全展現出來了 所以因此 這種傲慢的囂張 那為什麼今天我們要立法定 藐視國會 那我也跟吳釗燮講這個也是廢話 為什麼 因為現在藐視國會罪還沒有出來 所以換言之真的要去告你的時候 其實也不受 也不受既往 等到現在立法也不受既往 也不會去罰到你 所以你嗆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嗆這個其實擺明的就是說 只是再度證明說 民進黨的霸道跟傲慢 就是說也再度證明說 表示國會最重要 我看當然現在立法院的情勢 是不太一樣了 在野黨是有影響力 是可以否決掉 執政黨的一些提案或者是預算的 但是在陳耀祥這個部分 百分之百兩次都被譴責 所產生的影響又是什麼 陳耀祥我先說 因為他自己很清楚 7月31號就任期到了 除非就是新任的四位的委員 全部被刷掉 所以他就突然就被無限期延任 他要改掉了 NCC的組織法裡面有規定 如果原任這四位 因為現在目前有四位的NCC的委員 包含主委 副主委 陳耀祥跟歐伯仲 跟另外兩位委員 7月31號到期 所以現在行政院提了另外四位 那天強哥也開記者會 覺得這幾個不適任 可是以目前 除非NCC組織法能夠在 這個新的委員產生之前 或否決之前改變 否則731之後 也就是陳耀祥主委 跟歐伯仲副主委 繼續留下來 這變得很奇怪 就國民黨可能 否決了歐伯仲當主委 可是那一票等同 贊同他繼續當副主委 他就留著了 第二個 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過程 總是已經被提了四位的委員 要替代 所以對陳耀祥主委來講的話 我就存兩夠位 末日現象 所以就講話會比較兇 那吳釗燮這個部長他不是 因為他還是當官員 他並沒有去職以後 他繼續在 但是他就是戰狼個性 他對國民黨的立委 大家可以去看 跟對民進黨立委的態度 一定差很多 反正他就是很強勢 但是我對於吳秉睿這個投票事件 我看了以後我真的是 韓院長也有講說要改革 可是現在看起來 還沒有改革完成 觀眾朋友 你看一下這個過程 這是夜人之拍 夜人之如果沒有拍到這個畫面 因為那個地方是我們 電視台的攝影記者 在二樓拍不到的 拍不到 我們在正上方 他們很清楚拍不到 在下面我看不到 就在我的正下方 因為二樓往下這怎麼拍 但再來過去危險 又掉下來了 所以以後我們都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已經跟大家 上次講過了 陳寅一次 盧憲營一次 那我們都討論過 我們在大排隊都講過 就是會有一些黨編 或是幹部 或左右林兵去幫忙帶頭 過去的漏襲 不可以帶頭 第二個 為什麼帶頭 上廁所嗎 人不在現場 更不可以 第三個 這就是真的是 我覺得今天最搖頭的地點 會場的幹事 看到委員在才能插卡 對不對 我上次也講 為什麼要會場幹事插卡 顯然吳秉諾委員 他有出現在會場 所以會場幹事插卡 可是投票時間他不在 你用卡式把他拔起來 可不可以 這個事情就不要讓會場幹事 再去做了 今天養藥能去帶頭 養藥帶頭絕對錯了 我覺得立法院長韓國瑜 是不是趕快開會一下 以後 像立法委員有這樣幫別人帶頭 來 我把話題拉出來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我跟我的家人去投票 然後我太太可能他臨時 怎麼樣他要去買個東西 我拿他身分證去投 可不可以 不行 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這是妨礙投票 這五年一下徒刑 妨礙投票 那既然老百姓不可以 自己以外的票幫別人投 或者是把別人的身分證藏起來 不能投 所以在立法院當中投票行為 任何的委員 妨礙別人投票 或代替別人投票 都應該要有責任才對 所以看起來就沒有 亂不亂記 第二個就是你亂不亂記 這個事情是他個人養藥委員 這樣看起來可能是 因為我們不能夠百分之百端 你看起來應該90%沒問題 可能就是他案的 你去幫別人案了這件事情 他要能夠遂行這個錯誤的動作 必須要在卡式插在吳秉瑞桌上的 這個基礎上 誰去插卡 吳秉瑞你說他在 所以就是最大的問題 通常為什麼要講那麼多次 今天委員自己保存卡 或現場要有更多的 比如說生物認證等等 用這個瞳孔 紅膜 或者是指紋 你委員不在場還能投票 這是一般的老百姓 選縣市長或是選班長好了 你小學生選班長也要在場 才能一票 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 所以這個不用去吵 至於吳秉瑞委員 他可能也就是心情很壞 你認為他知不知道 我覺得 沒有 他剛剛已經回答了 我不在現場 他意思是說關我什麼事 所以他不爽 那問題是記者訪問是我們的工作 你不高興就講說對不起 我不表達就好了 你去推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當然我們記者也不能限制別人自由 我要問你可以不答 可是我問 你如果看 因為觀眾朋友這個畫面很重要 如果記者是故意去撞他 讓他不高興 那當然沒話講 記者可能這樣子也不對 可是我剛剛看的畫面 記者只是有沒有 跟著走 而且被撞開那個手上拿的 還是明示的 對 太怕撞開 所以他可能覺得說 為什麼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他前一次還投到 國民黨的版本 好 觀眾朋友很簡單 真的不要再有第三次了 不要再有任何委員 人不在現場 但是會場幹事 能夠幫他插卡 而有別人 任何好事者也好 去按的這個動作 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最後講那個黃國昌跟那個 黃國昌那時候3月的時候 應該是我訪問他的節目當中講 對 他有講 就是國民黨兩席 民進黨一席 民眾黨一席 所以我民眾黨分給你一席 你民眾黨你是不是可以支持 我民進黨只有51票 我加進民眾黨的8票就59 所以我這四席的委員 是不是就可以過關了 所以似乎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聽柯文哲轉述 他的主觀意義 所以他不是今天改口 他本來就這樣講 但今天總統府要講說 黃國昌人不在現場 柯文哲今天的回答 又跟國昌講得不太一樣 他說我們還沒有細節 所以就變成是黃國昌跟柯文哲 兩個要下去對一下 黃國昌第一時間就是這樣講的 他並不是說故意要去 當時的確總統府沒有回應 對 就沒有錯 所以這個東西 就要看柯文哲 他自己要跟他交代清楚 賓哥覺得 吳秉慧會那麼生氣 是不是他其實覺得 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在然後就被投了票 覺得又要可能被處分 所以特別的不開心 老實說 如果他真的不知情 生氣可以理解 但是問題來了 你為什麼會不在 你上一次才投錯票 然後這一次突然又不在 這個 你要告訴我這是單純巧合嗎 然後遷怒記者 對啊 這很奇怪 我覺得吳秉睿最近是 跟黨內有什麼不愉快嗎 不然為什麼會這樣 我個人覺得非常詭異 以吳秉睿這麼老資格的委員 為什麼會連續在這麼密集的時間裡頭 犯兩次錯誤 這個帶投票可能不是他的意志 可能是別人帶頭 可是他為什麼在緊要的投票時間 他會不在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吳秉睿這個事情 蠻耐人尋味 不會他真的是臥底吧 你們國民黨現在突然之間 而且他們是假洞 所以我 還多了這麼多人手 對啊 我覺得蠻怪的 那吳昭燮看起來 我現在也懷疑他是臥底 因為說真的 他接下來不用被詢 無所謂 所以那個什麼藐視國會隊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他一而再三而三 還怕大家沒注意 要提醒你十次 所以什麼意思你知道 他就是要提醒大家老百姓 藐視國會隊多重要 你看如果未來有人像我 官員像我一樣這種表現 我們就哪一點折都沒有 所以各位老百姓 要支持藐視國會隊 我覺得他所有的動作 都在表現這個 我們民黨就藐視國會怎麼樣 對啊 對 所以吳昭燮其實我覺得他是 那個用心良善 他是故意用生 他的身體動作來表現 你看如果官員跟我一樣無恥的話 就治不了他了 你知道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表現得多生動 我們給他怕婆子 鼓勵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 不然他沒有意義去表現這個 說真的 奇怪了 要不然就是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他不願意講的那個立委 就古采一講的那個立委 大概是民進黨 不然的話他有什麼 如果是國民黨 他早就該講了 對不對 你就講出來 國民黨哪個是徐曉昕 還是王鴻輝 還是馬文君 直接講 他不敢講 為什麼 大概九成是國民進黨的 不然他為什麼不敢講 對不對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要體會 吳部長的苦心 他接下來變秘書長 我們大家給他繼續加油 那陳耀祥 他為什麼藐視國會 其實很簡單 就是看死你哪有沒責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能幫我怎樣 但是問題來了 陳耀祥為什麼死都不肯交出來資料 然後為什麼他們現在一定要去 翁伯仲去當主委 很簡單 有人要繼續Cover這個資料 這資料絕對不能出來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 今天 蔡英文到底有沒有跟 跟柯文哲喬這個人士 我認為是有 但是我覺得那還不是真正的重點 重點是在於 蔡英文為什麼要喬 他已經 他再過十幾天就卸任了 NCC主委關他什麼事 你看總統府自己回答 等於承認有喬 為什麼 他說蔡總統跟賴副總統 充分溝通 賴副總統為什麼要跟你溝通 照理來講 你只剩十幾天就卸任 你應該讓賴清德跟 從蔡英決定這個事情 為什麼是你在決定 你為什麼要去溝通 所以很明顯的 這是蔡英文的意志 蔡英文要求翁伯仲當主委 為什麼 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需要翁伯仲去幫你Cover 為什麼要陳耀祥不肯把資料交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定要盡力去追 恐怕裡頭有 讓蔡英文屁股洗乾淨去坐牢 的證據在頭 雖然蔡英文現在有辦法 可以成立譴責案 或者是動漲電價 這些提案可以過關 但問題是 執政黨還是不執行 或者是不理你 那怎麼辦呢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來討論 我們走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